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相信小伙伴们对沙漠一定都不会陌生 现如今,虽然防风制沙的工程一直都未停歇 然而世界沙漠的面积却仍在逐年扩大 这也成了令全世界都非常头疼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地方便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片沙漠地带 相较于普通的沙漠 这里似乎蒙着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 因为有5000多架飞机都是在这里报废变成废铁的 因此这里也被人们称为是飞机坟场 这片飞机坟场早在1925年的时候就建成了 这里原先只是美国的一座民用机场 不过在二战爆发后正式更名为了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二战结束,这座空军基地也就闲置了下来 虽然这座空军基地的占地面积足有10平方公里 但却整齐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美军战机 据了解,这些战机都是美军退役的旧飞机 年代那都十分久远了 加上在沙漠环境中整日的风吹日晒 一架架就如同废铁一般 因此从空中俯瞰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坟场 这也就是飞机坟场这个称呼的来由了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这些飞机都已经报废 但是如果战争来袭 这座隐藏在茫茫沙漠中的飞机坟场 或许能够成为飞机的零件库派上大用场 对于这样一座隐藏在沙漠中的空军基地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